最近中国大陆开放这个31个条款 让台湾人能够去更方便的去中国大陆求学及工作 校尾感觉是一直洗一直忧 洗的部分校尾觉得让台湾人更有机会去国外发展 铺他自己的一条未来的一条路 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兴 但是一直忧的是台湾的人才一一在流失 不管是流失去中国大陆或流失去美 美国或是欧洲 这个对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伤乐 校尾认为台湾非常非常有希望 也非常非常有机会 只是我们年轻人要提起精神来 学上一代的努力耕耘的精神 占了书洋言的好 校尾是在美国念双措式 之后本来可以在美国发展 但是校尾也是选择回到我们的家园来耕耘 来这边创办自己的电子新疮产品 也成功地把MIT的产品 卖到了北美跟欧洲 我们的社会不要再分裂下去 只有团结我们才能够让国家更好 只有团结才能够开发我们未来的经济 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能够享有上一代的经济奇迹 谢谢大家